原本台湾已经连续9天本土个案零确诊 但是在今天却破功了 指挥中心在今天表示 新增的一例本土个案是台北市民 它是在10月19号出现了震怠呼吸传等症状 11月2号发烧副医院裁剪 11月4号确诊 它的CT值34偏高 研判应该是旧案 之所以会出现发烧等症状 应该是其他疾病所引起 推估它应该是在今年的5到7月份 双北疫情高峰的时候遭到感染 连续9天零确诊之后 11月4号新增一例本土个案中断了加零记录 这例本土个案16539 是30多岁男性居住在台北市 10月19号开始出现全身震怠 呼吸传 食欲不振等症状 到了11月2号症状持续并且开始发烧 就医裁剪后确诊CT值34 而他住院后裁剪核酸检验阴性 血清抗体阳性 指挥中心研判应属就案 推估应该也是在五月六月七月 这段双北本土疫情高峰的时候 有可能就遭受感染 那他在八月底的时候 曾经接种过一剂的AZ的疫苗 可能就是身体残存的一些病毒的核酸 所以我们还是测得出来 实际上他并没有感染性 虽说加零记录破功 但专家表示连续9天零确诊 代表社区内潜藏隐性传播链的几率很低 加上9月下旬以后爆出的本土确诊 大多是就案 代表社区疫情相对安全近乎清零 国内疫情回稳代表防疫措施奏效 但年底将迎来边境松绑 以及春节反台潮 为社区疫情控管增添变数 屏东东港安泰医院3号在替造册长者施达莫德纳第二剂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把88个人打成了AZ疫苗 如今经过院方逐一关心 有20位民众出现了发烧 头昏 酸痛等症状 而其中有9个人比较强烈到院急诊就医 经过详细检查之后 只有一个人需要住院观察 目前指挥中心建议倾向不用再为此补打第三剂 而至于院方后续惩处还在调查当中 屏东东港安泰医院3号T造册长者施达莫德纳疫苗第二剂 其中88人既被混打AZ疫苗 目前已经有20位出现发烧 头痛等不识状况 其中9人到急诊就医 经详细检查后 除了一名住院观察 其余返家修养 被打错疫苗也让民众相当气愤 大家也去问 整个人也去问 很不好受 我们好像白老鼠一样 就要玩了 咱们叫来都没死了 抱怨声浪不断 就是因为莫德纳混打AZ在台湾尚未通过 但根据国外临床实验 两剂莫德纳疫苗抗体效价可达一万四千 是两剂AZ效价的十倍 混打效价则约落在七千七 保护力足够 本来会比较强的负重也许会小一点 对身体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只是无意间遭到混打 接下来第三剂品牌该怎么选 CDC也做出回应 其实原则上是不建议交替使用 但是如果我不小心使用了两剂 也不建议再进行补接种 CDC表示针对个案 ACIP将会开会再讨论 至于院方补偿措施也正式出炉 每一个人有卫问金五千元 施打一两三百多个病人到我们急诊室 全部承担 卫问金将用院方逐一拜访发放 只是仔细观察两种疫苗品牌标签 相似度并不高 究竟为何会搞混 院方做出解释 我们的EU人每个民族都很辛苦 而且我们已经打了好几万个病患 采购更多的疫苗的冰箱 然后把它做一个分类 避免将来再发生 目前行政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院方强调提量基层辛苦 将只惩处高层 只是即便卫问金到位 关心也不断 但被迫混打的慌张 恐怕民众一时难以平复 谢谢苏世伟 屏东草报道 第十二期疫苗施打结束之后 台中市政府经过盘点 还剩下四万多剂的莫德纳疫苗 市长卢秀燕表示 约不少学校的教职员工 跟幼儿园的老师 很担心周间施打 会导致工作人力调度不足 又怕打了疫苗之后会不舒服 因此呢 还有一千多人尚未施打第二剂 市府宣布将会多开放四天 让已经打了第一剂 满十周的民众 不需要再透过1922平台预约 可以直接的向诊所预约施打 还有不少的民众啊 跨县市跑到台中来打 诊所里不少民众不是来看着 而是排队等着施打莫德纳疫苗 再看一下没有问题的方法 从市民起到父亲 台中市第十二期 疫苗施打结束后 发现莫德纳疫苗还剩下四万多剂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 不少学校教职员工和幼儿园老师 担心工作人力调度不足 又怕施打疫苗后不舒服 不敢在周间施打第二剂莫德纳疫苗 还有一千多人尚未施打第二剂 因此市府宣布 从四号到七号加开四天 给已经施打莫德纳第一剂 满十周的民众 不需透过1922平台 直接跟合约院所预约就行 本身在彰化 这一次的莫德纳的话 我是直接打电话到诊所预约 额外加码施打场次 民众手刀快强 有人跨县市从彰化来 还有人不远千里 从桃园跑到台中来施打 桃园 因为我两边住啊 是刚好这边有机会 就赶紧来这边 今天的情况来讲的话 大概打了将近八九十位 大概有三十位左右 是外线市的 来自外线市的民众约状况 相当踊跃 毕竟先打先安心 跑远一点 也值得记者台中综合报导 台北市社会住宅 不止经费不足 连品质也出包 先前因为高租金引发争议 刚落成的名轮社宅 竟然遭到了老鼠入侵 不仅是咬破了纱窗 跑到屋内啃咬食物 至少有食户住户 都曾经在家中发现了老鼠 现在整个社区 面鼠要摆得到处都是 还有住户碰到了漏水 跟漏电问题 实在是哭不堪言 小老鼠半夜不睡觉 沿着管线往上爬 嘴上还叼着战利品 一流烟就从孔洞消失 但他很调皮 甚至还会咬破纱窗 闯进屋内大搞破坏 住户一觉醒来 时常可见 被啃坏的食物或满地会晤 实在很困扰 而遭到老鼠大军入侵的 竟然是才刚完工的 台北明轮社宅 明轮社宅过去因为超大阳台 高价租金惹意 今年三月租户入住后 发现冷气管线 预留孔洞太大 导致老鼠穿梭自如 至少十户都曾遭遇熟患 但还有住户 才刚装好冷气入住 却问题不断 三房型月租金三万五千块 却只要开冷气 屋内就会出现小瀑布 房间地板积水 甚至厕所还会漏电 让六岁大的小孩 差点有生命危险 但布置明轮大龙新城 新龙东民公宅 也都有漏水 电梯故障问题 林林总总 社宅爆修次数 已经高达四千件 老鼠入侵社区也只能先放 毒耳香来应急 民文社宅外观亮丽 租金高行 没想到才刚落成 品质就出状况